中大藥質學院 本科畢業生 Hello 我是Eric 我是中大藥質學院的本科畢業生 Hello 我是Sophia 我是CU Pharmacy的Bachelor 和PhD畢業生 因為我對藥物一直都有濃厚的興趣 也想以研究新藥物 作為我的事業方向 所以我選擇了修讀藥劑總科 而之後我亦都選擇回到中大藥劑學院 去到公讀博士課程 我用了四年的時間去研究腦科技藥法 而在最後一年的時候 我就選擇了以ResearchTrack 作為我的Final Year Project 在裡面我就跟隨左中教授做了一年的科學研究 我從中亦都擴納了我做研究的興趣 而最終我們這一年的研究並沒有白費到 因為我們將結果刊登在一個 國際知名的醫學條件裡面 博士畢業之後 我就去了荷蘭的Lighton University裡面做Postdoc 在裡面我就學習以電腦的方法去閱測藥物的功效 而我亦都有機會去參與一個歐盟的五年計劃 跟頂尖的大學和頂尖的藥廠合作 一起嘗試去開發新藥 我研究的課題就是中藥和西藥的互相影響 我讀完四年的課程之後 我就去了丹麥做了一年的Postdoctoral Fellow 我現在就是在一間德國的跨國藥廠裡 做著跟生產有關的一些管理項目 透過一個很競爭的一個項目 它叫做Future Leadership for Pharmacists in Product Supply 它是全球每年都會招聘 大概幾百人會去申請 最終它每一年選一至兩個成功的applicant 我就是非常之有幸 成為了so far 仍是唯一的亞洲的代表 這個program完了之後 我就直接成為了生產部的一些管理層 在中大藥劑學院的時候 其實它提供給我的很多東西 其實不單止是藥物的knowledge 或者一些本科的knowledge 或者做研究的knowledge 其實它有例如有scholarships 現在其實有很多很多scholarships 都可以apply到的 當年我都很幸運 我都可以拿到幾隻很大的船 例如就是菜賣會獎學金 有23萬的 它都給了很多機會 去做一些community services 因為其實都是一些慈善的機構 我記得當年我都參加了他們的團體 有很多很多活動 以及自己搞了很多義工的服務 可以回歸回社會 在本科課程這些exchange program 都令我非常開啟 其實都形成我今天 我可以去外國做到一份工 可以這麼容易跟國際的人溝通 其實都是由本科開始 有很多去exchange的機會 美國三個月交流 我去過Cambridge 有一個summer school 我又去過南非的exchange計劃 所以這些exchange program 其實都令到我可以 是非常之對這個世界的視野狂闊 所以不單止只是一些死板的knowledge exchange也是很重要的 目前我是一間跨國藥廠裡面 擔當senior scientist 新藥的開發過程非常複雜 包括動物實驗和人體實驗 我希望以電腦的方法 加上統計學和數學的方法 去預測藥物的效用 從而加快整個藥物開發的流程 減少實驗的數目 最終可以帶到更多新藥 給我們有需要的病人 接受到更多新藥物的整理 接受到更多新藥物的消費 成功 成功 成功